几个月前,Microsoft Edge for Android首次引入了对扩展的支持,但当时只能安装少数几个附加组件。 现在开发人员已经改进了这一功能,允许从Edge Addons商店安装任何扩展。 安装扩展功能仅在Canary版本中可用。 在Microsoft Edge地址栏中输入视频中显示的代码。 查找Android Extension选项。 将该选项切换为Enabled并重新启动浏览器。 点击屏幕底部右侧的汉堡菜单。 选择设置。 转到关于Microsoft Edge。 连续点击版本号5次。 这将打开开发者选项。 直到看到这个提示。 恭喜您的Edge浏览器现在可以安装扩展了。 返回设置。 点击开发人员选项。 点击Extension Install by ID。 访问Microsoft Edge商店的网页版。 在电脑或手机中浏览器都可以直接访问。 点击想要安装的扩展。 复制URL末尾的一组字符作为ID。 不包含斜杠。 返回Microsoft Edge界面。 将复制的ID粘贴到输入框中并点击确定。 下方会有一个扩展正在后台安装的提示。 提示可能会一闪而过。 点击屏幕底部右侧的汉堡菜单。 扩展安装完成后也会有一闪而过的提示。 点击扩展。 点击管理扩展。 就可以看到所有安装的插件了。 视频看到这里。 是不是应该先给小妹一键三连呢? 按照上面的步骤。 再来安装一个新的扩展。 。 点击。 更新的扩展。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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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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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